好 同学们 咱们所谓的2022年啊 考研的内科基础课 这就算正式开始 实际上 内科学怎么变 我都特别感兴趣老师呀 你这个23年考要考研 我看你这个APP上是22考研内科学 我能看不 莫非22年讲的是内科23年 我要讲复课了 没什么变化 而且实际上 讲一个系统的大内科大外科学 是非常劳神劳力的 APP这次就正式上线了 我得提前说一声 实际上 这种大的系统性的课程 不是我偷懒 在版本发生变化之前 这个基础课我会部分的更新一些 但是总体上就是一这样一个 基础课为蓝本 大的块就不再动了 我就不相信去年咱们的新更病人 在毕业的时候需要纺织架 莫非今年就是需要把它踩住 踹辣脚 不是那样的 它没有变化 其实医学这么多年了 或者说这么久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缺到多大成就 没有多大成就 如果非得要说我从1985年到现在30多年 确实有一些变化的话 大概从最近这一二十年啊 咱们对于基面的认识确实有一些变化 考试也体现出来了 你比如原来我们对于风湿病 这样一个内科学的一个体系 就认为是一个小的学科 在我们读大学和我们做医生 一直到最近十年左右 才发现实际上内科学治疗不好的疾病 打激素就能缓解 打激素能缓解的 到现在这笼统就归为风湿病了 原来好多疾病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包括这一次咱们内科学 你知道它分七个模块 应该叫七个篇章 从呼吸内科疾病 到心血管疾病 消化 肾脏病 血液病 内蜂蜜代谢疾病 和风湿病这么七篇 其实你往下读 你发现每一篇里边 都离不开结底组织的问题 呼吸系统里边很典型一个疾病 肺的结疾病 所以提前咱们就学这么一个病 讲课我喜欢讲一句话 肺结这些位话 是肺脏的病 结疾病不是 结疾病是全生病 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的分类 它确实是个全生病 肺脏只是它的一个小的表现 实际上等你慢慢的 把这一本书学完之后 你发现包括最经典的风湿病 雷风湿 系统弯狼疮 甚至肝脏综合症 这些疾病 也都有它的肺脏表现 包括ANCA 相关的血管炎 在肾脏 在肺脏等 都有它的一些表现 这样的话 咱们实际上对于整个的内科的疾病谱 外科的疾病谱 咱们的认识发生变化了 内科学是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 应该说一个轨迹 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外科学也是这样 所以这么多年咱们 能值得一提的 就是在内科学的一个疾病的 我们作为医者 它的认识角度上发生一些改变 实际上 治疗效果上讲的话 传统一些疾病 你比如说 脂气管扩张呀 肺脓肿呀 甚至包括一个经典的 在呼吸内科有致命的肺重症 ARDS 其实它的治疗效果依然非常不令人满意 大概我们在呼吸内科疾病里边的 重症医学监护这一刻 咱们上镇压通气 对于呼吸机的使用的一些新的感悟 一些新的体会在临床上 伴随着训证医学的一些数据支持 可能我们做的比原来比较起来 相较于原来来说 我们至少自己觉得心里边舒服了一些 但是真正你要在临床工作过 这种咱们读懂这本内科学教材的话 其实你应该懂得我想说什么 课堂我就不解释太多了 所以你能读到ARDS 王成月是在学的这块东西 包括心血管疾病 歌剧包月是在学的那样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一些东西是要在他的笔下 你能看到也是充满了无奈 我们的医学科学 我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完美那么高大上 它是一门非常实际的一门技术 很简单 治病 救人 所以就临床这么一个学科来说 你假如我在基础学科 我学生理学 生化学 病理学 我更多的致力于去研究他 那 why 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 大概基础医学会做这样一些工作 但是一旦的临床工作就发现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怎么样能把这个患者 让他活下来 让他活得更长久 诊断和治疗 内科学要读懂医学化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几天我在我个人的B站上 当然APP也是保和医教这么一个名字 应该说还是有我名字命名 它是一回事 它不存在什么官方四方 一马是 反正是你在全方位的把课讲下来 所以导学科前面我谈了一下 导学科咱们讲了一下生理内科外科 分开三个学科 APP这一次伴随着上线 因为前期在APP出来之前啊 而且加上22年 这次考研 同学们提前因为他开始复习总是从小学科 技术学科开始的 因为同学们确确实实的实际需要 在我个人B站号上 包括微博上 平时我讲的相关生理学话题多 这几天慢慢的在春节以后 在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 同学们差不太多 也进入一个复习的相对比较正规的 这么一个节奏或者阶段了 大多数同学至少哪怕复习的理想 或不理想吧 甚至生化病理开始读了 不再是大耳内部漫不经心的去读书 而是真正做下了 知道这次考研是真干你 那国家跟你不客气 那就实际上拿国家级的高水平 来要求一个学生了 所以至于你在大学学的什么样子 那国家不管 国家得管这一次 国家这一次统一的考试里面 能不能达到国家这个需要 因为研究生教育 我们知道是精英式的教育 似乎在这个时代 精英两个字成了一个别义词 但是注意这儿 我是就字面一词而言的 研究生教育 不再是普通教育 是精英教育 是尖端人才中的尖端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他的目标很简单 培养一批不但能够看病 而且能够引领看病的高级医生 你要准备做乡村医生的话 这个课堂不见得欢迎你 达不到这样一个高度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面临一个很大麻烦 有同学们开始听 觉得老师讲的太难了 我就问你是来干嘛的 你要学中科那种水平的话 可以呀你退出去 他不欢迎你 我们没法这样跟你留情面 我们那么多的 有那么严重疾患的患者 在等着我们去救救治 那你要干嘛 在临床处理一个病人的时候 你也敢喊出六十佛万岁吗 而不是争取能达一百二吗 我们一个医者的良心 一个知识的良知 良知在哪里 从小妈妈一直叫我一句话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在做 他在看 那个老家伙 他他妈饶过谁 所以我们得抱着一个对医学 对医学科学 医学科学教育的 尽力的心 来学习这么一个 一门非常难的学科 所以这几天 慢慢的春节后 伴随着我们的APP 逐步的工作 在井然有序的推进 我也慢慢开始录制 APP的课程 这个过程中晚上我不敢歇着 我在个人B站上 开始带同学们去学 诊断学 所以已经讲了两节了 第一节课 我讲了一句话说 诊断不够 肺心病来凑 真正读到呼吸内科 一个肺心病 把这个病能读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整个整段 去读完了 如果你非得说 还欠一点 那好 我再讲一个病 容血姓平血 容瓶 容血都是黄胆的 黄胆都是赶钱的 网制洪增高 是容瓶专利 你真的如果有这份心情 而不是急急忙忙的 你能够比较优雅的 像一个知识分子那样 坐下来去研究 这么七八年国家考试题目 你就发现了 在提杆中只要看到 网制洪增高 不再是0.01 1% 而变成0.17 0.10% 10%的网制洪 那我直接定 肯定是容瓶 为什么他会这样考我 是你讲课了十多年 就是你自己吹牛皮说的 你想什么国家考什么 其实不是 那是一个矫情的说法 实际上是就容瓶两个字来说 我们从最早的时候 血液系统这么一个具体的 一类疾病开始 妈妈发现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我们发现 狼疮自带容品的 在某种意义上 写在血液系统疾病的 温抗体自身炎容品 你还不如狠一点说 看到这个情况 我第一个思考 就查查有没有一批损 患者 这个女性化的脸上 有没有叠心弹壮红斑 有没有血液胶减少 有没有红细胞减少 有没有血液蛋白尿 狼疮肾炎 你要非得跟我说 写在血液系统的 温抗体自身炎容品 就是狼疮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那我肯定不反驳你 它要不是狼疮 咱们再说 所以临床诊断顺序 你能知道有初步影响 实验室检查 术前诊断 术中观察 术后判断 以及临床病理学的 病理结果报告 一个疾病 在最后病人出院之前 能够做出一个最准确的诊断 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但实际上我们在猛诊上 一上午看几十号上百号患者 我们很少会发生物诊 国家做过这样的数据统计 今天的新冠疫情还依然没有过去 在这个新冠疫情 全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 通过YouTube 通过TikTok 所谓的国际版的抖音 我们终于看到事实了 中国的义务工作者 他的业务素养 他的人文素养 他的现成精神 是有目共睹的 是这个世界上 最具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 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 我们非常坚决果断的 忘我的 去战胜了这一次文艺 不是吗 不服你出来单挑 到今天如果你还在指责 这样一支队伍的素质 那我得说你的脸也瞎了 这就好 我根本不能给情练了 你还想说什么 我们就是这么日复一日的 年复一年的 一种忘我献身精神 去这么学下去的 即使这个样子 我们的素养 依然赶不上临床工作需要 所以为什么这么感慨啊 在我们已经这么完备的一个 医疗背景的情况下 我们的医学医学生嘛 他在学习 医学教育工作本身 依然跃跃之后于社会需要 所以刚才实际上 我拿着一个茶杯 拿着我的心爱的小熊杯子 装着一杯龙井 上楼楼梯上 我还在想这个事情 医学工作和别的不一样 特别的临床工作 我们特别讲究师承关系 他不是说非得说 学生业老师过年了 做个医师吧 聚个工老师过年好 但他不是形式主义 从内心深处 我们怎么样去敬畏 这么一个传承 一个实陈关系 事而我们最早说 对医学是完全一无所知 医学这个学科 他不想别的学科 说我自小 你小不来 你哪怕就是外科学的 一个阑尾也 也是听师父说 转移又下腹痛 对了 你就是到儿科给孩子们 孩子们大多数在内下 一般是大多数能够触整 触摸到肝脏和脾脏的 师父摸到以后过来 同学你过来来 试习你过来 我带你看 你那时候摸摸孩子这个肝脏 所以我还很明确记得 手指的那个记忆就是 老师让我过来来摸孩子肝脏 孩子一哭 小肚子一鼓 你摸不着了 所以儿科俗称雅科 肚子疼不哗哭了 你是不是两岸孩子哗哗了 你是不是吃饱了哗哗了 你是不是饿了哗哗了 所以儿科的病例记录的时候 叫病例成熟者本人 一岁半他病例成熟可疲 他父母亲代为成熟 父母亲去广东打工去了 这山西的孩子 所以孩子的姥姥姥爷代为成熟 姥姥姥爷能知道孩子怎么难受呀 所以病理成熟者 孩子的姥姥姥爷可靠程度 贼不可靠 你是不是这样写的 那你这个时候作为医生怎么判断 摸到孩子 颤颤巍巍那个小肝脏 弄弄的 这才想起来肝脏的硬度 嘴唇 鼻尖 额头 能不能想像那个很锐 也不想刀锋那么锐利 但是很薄很锐的一个小肝脏边缘 孩子哭的时候 隔绩往下一顶他肝脏 触碰你手指尖那个颤巍巍的 那个焦弄的感觉 你知道弄这怎么写 什么叫焦弄不 你摸摸孩子肝脏就懂了 你孩子做一个切性性能切性穿刺 你就明白了 才发现真他妈嫩呀 所以就让你装嫩 这个东西你没有亲自经历去学习去实习过去 亲自触摸过 你就永远体会不出来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我断着一小杯龙井上楼的时候 在想这个事儿 让自己学学不会 老师讲还不想听 我怎么办 最蠢的一种方法 就是要照教材顺序 从第一页读到第一千页 把它读下去 还是什么都不会 那么作为一偏疾病 作为一个学科 他是他脾气的 我怎么打开这个大门 登堂入室 别了一个准专业人士 跟着到读研期间 跟老师实际上你读研 现在呢 这个专硕的要去 专培专硕的要求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难听点话 就叫大轮转 在临床待三年 然后硕士毕业的时候 所谓的私证生 学位证 毕业证 归陪证 职业医师 当然得自己考 职业医 四个证 这个时候 你经过这么一大轮的 临床轮转 三年时间 差不太多勉强 能夺理处理一个患者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你就即使是搞呼吸内科做了一辈子 让你弹起来呼吸内科的疾病 你也未必能够开口脱口而出 未必 你能对某一个病的某一个类型 做一个教委系统的阐述 就了不得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感慨 是想说临床学科学是他难度 刚才说说这几天在带着给同学们讲 诊断学 你怎么敢跟人说肺心病 这一个病 只能把诊断学学完 读到肺心病 我第一次看的一个专业术语 肺心提拨 我第二次看的一个术语 RV1 比SV5 加SV5 大约等1.05毫复 更简单的看 在V5胸无导连上 胸无导连本来是在我的左胸前的 和心脏整个的 心电活动的综合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我要是苛刻点讲出来 在V5导连上 心电图上看 只有正想波没有副想波 这句话是完全能够接受 没有问题 即使有个副想波也非常小 可以忽略不计 但这个导连上如果心电图上 一显示正想的R波 比副想的S波 反而比之小于1 那我一点不纠结 这就叫电轴右偏 所以以至于我看我的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 就讲一个点轴左偏右偏 你纠结两个星期 它本身不是临床一个核心问题 我做个大体判断就完了 而作为医学师 一个传统的知识难点是什么 说点轴右偏了 心脏往哪转的老师 心脏往左转 电轴往右偏 一左一右一应一扬 电活动和机械的转位 没有一毛线关系 尽管有时候临床观察 看见好像正好是巧合了 注意就像港台电视剧 TVB说 故事是虚构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我们TVB台 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就是编的 说你正好编的和别人一样 那只能说我编巧了 说你就是拿人家 某个社会现象过来编的电视剧 谁告诉你我拿那个社会现象 是你觉得我拿那个现象 我可不认 为什么讲的这么苛刻 如果你的经历 不是放得费心批驳的研究 而是与关系这个电影周左偏 还是右偏 那你就玩错了 学的越辛苦 他们死的越快 所以什么突然在讲这么大一个内科体系之前 我们突然这么感开一番所谓的废话 其实不是 就是你到底在内科学习过程中 哪些东西是你值得关心的 老师是过来人 所以这几年一直说 我们一起努力 我带你去看彼岸花开 那么彼岸在哪里 或许我的感知也是完全错误的 好在在人生路上 比你们多走过几十年 见得病人更多一点 这老师有老师的毛病 那天直播客还有一同学 我还随便写句话 老师你不是讲生理学的 老师就翻脸 不是翻脸 你安心听你课就完了 当然学生也没有恶意善意的 所以你翻脸 你又后悔就跟人道歉 他就是这样 就说实际上 你总得信点什么班 你说我可都免费了 我专门讲错 对你对我的好处 我有那么傻吗 我耽误这么一下 我不休息 代位给我出的工资 我来讲一堂假课来骗你 是你想多了 还是你想多了 说老师我为什么你讲完 我就记不住 你刚才记住一个没有 在正常威武岛链上 胸道上 应该就几乎就正 因为威武在左侧的 乳头这个位置差不多 他和我的心胶部是位置重叠的 那么整个电火 从斗房间出来以后 到了心室的位置上 就是从水平角度看 从右后往左前 从惯爪面上看 是从右上往左下 所以我们系列图上一个是 肢体岛链的二岛 一个胸岛的V5V6 V5V6岛链几乎就只有正向波 对了 换句话说 我要在肢体的岛链二岛链上看到 批波道指朝下的 那就叫道指批波 你要在AVR岛链上看去批波往下 那就对了 为什么AVR是往右上链的 就这个东西 有同学三年搞不明白 所以为什么一直作为老师感慨 不是我记不住 是我同选择性不相信 你说的是那样就是那样老师 你总得兴点什么吧 所以在这个课开始之前 必须讲一句话 你先学点什么再说 你经常学完两三年之后 就发现了 学了两年 抱着内科学文台巴拉巴拉 在那学 在那背 在那做题 刷题 姑且不说刷的有啥错 所以直播客的同学说 老师我这个概念都背了 听你的话 我听老师的话 听妈妈的话好好读书 做一道题 错一道 所以我在微博上带一 带一句话还说 会读书的未必会做题 会做题的未必会看病 考试考的是如何看病 所以就 所以把他别了一下说 你背的是标配 考的是plus 或plus and pro 为什么你做不了题 你没达到高度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终归是 把这个学科学会才行 要不过了这一关啊 我怎么能学会它 咱们先看看 每个疾病 从哪个角度下手 最容易掌握一点东西 叫做总得有点东西拿出手 每天一点小确信 每天一点小惊喜 每天长静一点 记得到年底 我的学习就有希望了 比方说 我学知情管扩张 你先别管那些 发生机制病 你先别管那些玩意儿 先听一句话 可谈血 结果有时候 你和学生日常教学 所谓问证教学 一问说 知情管扩张哪些表现啊 他坑 把他坑不出来 你说你干嘛吃的 可 谈 血 什么叫卖知情管 可谈喘 连二三 除去其他 心肺患 就会点不是 什么叫心包记忆 贝克三列症啊 心影遥远 血压下降 紧急版古章 是我们真正关心的内科角度上 是看看这个血压下降 是怎么下降的 才发现啊 这个心包记忆 换得血压下降 是收缩下降为主 脉压减小 舒张压 不但不降低 甚至还会略高一点 因为心包记忆 自带 斗素的 斗性性能够素 最后和微博就有同学提问 说在内科学上 正发性史上素 按现在教策 我们就要做 与交集系相关的折返性快速心理时长 暗暗野球交替 交替暗压双次几点斗 就可以终止史上素 没毛病 说能终止斗素不 哼 想当然了吧 你知道斗素的最常见原因是什么不 病理情况下 内科学上是假抗 生理情况下 是瓦被吓着了 你想什么呢在这 所以微博上我就没回答这个问题 我一回答有点欺负人的协议 我们总是读的太少 想的还太多 我们总是凌驾在老师的角色之上 以批判着的态度来管他老师讲课 有个词我实在不能说 可他有点不给面子 要不我说出来你别骂我吧 你先问自己配谱 你好歹工作过几年 读到博士毕业了 再来质疑老师好不好 我还需要想一个卖白色的大妈 证明我会医学吗 需要吗 想多了吧 一个人坐在路科书路科 有时候总是会感慨 因为一年365天 几乎在睡着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想医学 在我意识清醒下 我知道我一直在想医学 我在想这个医学教育怎么了 没有规矩 哪来方圆 没有一个近乎于苛刻的自我 一个约束所谓的自律 你和谈自由 所以圣旨为了讲明白 圣理学的阿尔法僵直 我创造一句话 我不知道是 是别人有这个话 我拿来拥了 还是我创造 姑且叫做我创造的吧 叫做我们并不知道 源起于何处 但因为切了段 第八段卢圣经阿尔法僵直就消失了 所以姑且叫做 我们知道情终于此时 我们就连搞明白 在生理学上一个阿尔法僵直 都那么困难 何况这么分发复杂的 临床学科 所以这几年一直让同学们听懂一句话 所谓的出来混 早晚要还的 你过去走过的路上有一个缺陷 那么读到内科学的时候 你都需要还 还原来了 没有读过内科学的医学人生 他就并不完整 不想做外科医生的医学生 未必就见的是一个好医学生 所以上午在讲导学课还在感慨 什么叫外科学 非常精湛的一套医学理论体系和 临床实践经验 再加一把分立的小水果刀 小叔叔刀 所以外科医生可不是只会拿刀子 是内科医生基础 一个精湛的内科医生基础 多了一把刀子 所以你完全可以叫做医生的plus版 我不知道我想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我想我想明白 当然我这里边并没有说是对内科医生歧视 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一点意思也没有必要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 我一直唱到一句话 没有好专业 只有好医生 没有好行业 只有你自己做的精湛不精湛 这话是用心的 没有一点一点带节奏的感觉 对了 所以内科学本身咱们是做了一个导学课的 但是打开内科学的课件第一 其实我等于重新 就回到咱们这种课堂上 重新导学一下 有可能在后面的七个篇章 呼吸心血管消化往后走 每一篇章内容打开之前 都会重新做一个小的导学 我总得知道呼吸系统疾病 和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方法 关心的兴趣点 手段技术 临床实验室检查的手段 临床整治的手段 都是在相同的背景下 有各有取舍的 这个样子 所以实际上说起来啊 是一门内科学 其实里边有很多不同的 应该说技术的壁垒 一个好的心内科医生 未必能处理了呼吸系统疾病 一个呼吸内科医生 也未必能处理得了心梗 对了 在通俗情况下 我们医生可以互相轮转 但实际上在更高境界的 特别是在当今的时代情况下 其实每一个学科 甚至学科内部 一个心电医生 和一个整治冠心病医生 他的手法不一样 一个可能更擅长做导管消融 一个更擅长给他纺织架 这个都完全不一样 越来社会的分工 越精细了 我们是一个学生 我们连一个国家医学教育 基本的素养都还没有达到 但国家考你的时候 是拿你当一个专业人士来考的 这大概是医学生考研 最难的一个事情 最麻烦 嗯 这个样子 这样咱们静下来 我打开课架 往下往往学习 内科学欺骗疾病 我们总得有一个借鉴的 这个篇章的顺序 我就不再编了 我们就踏踏实实的 从呼吸内科疾病开始 因为网上流传着各种不同的 盗版的版本 同学们也知道 我有习惯 在研究一篇疾病的 某一个病之前 对这一篇疾病啊 先做一个统筹的了解和认识 来看看整个呼吸痛疾病 是哪些病构成的 其实所谓的科学过程 就是一个归类 些归类 之后 类与类之间做比对 组内什么 这个批解验 看看这个 看方解验 嗯 看看均值 编准差编准 做个批值 这个样子 组内 组间比较 这个比较非常重要 这个比较本身 就是学习的过程 所以呼吸那颗疾病 你同时先看还有哪些疾病 这张颗件 这么多年我懒得不想再改大 这个颗件做好 七八年时间我舍不得改 为什么 实际上你要想 学会呼吸那颗疾病 这张颗件你回避不了 作为一般的一个学生 总是喜欢打开脚在一脑面扎进去 结果你发现 你读了一周的肺炎这个病 再一问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上海话叫拎得轻 不是我们上海 我不是上海人说 刚才想说啊 这个南方人喜欢说拎得轻 拎不轻 拎不轻 北方说脑袋清醒不清醒 你先有一个宏观统筹的认识 再往细节去走 学习的难点不是基本的细节 是建立不起一个知识的构架 被概念 具例子 建构架 设想 我就算是没有打开内科学 详细的去读 说到呼吸等疾病 我随便想起个病的名字 感冒 常呼吸到感染 是吧 支气管哮喘 有可能要是没有系统 学过内科学的 你也不是医学专业学生 他不知道 非能懂知科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肺炎 不是医学专业的学生 甚至不知道呼吸那口疾病 还专了一个病 肺结核 他不知道 再下来什么COPD 他就更不知道了 肺兼治病 结结病 过敏性肺炎 肺炎 歪口罗因 肺穿塞 气胸液胸 肺癌 肺癌 他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反过来说 咱们就是 就即使咱们是医学业学生 我有时候日常教学 老给我的学生梦证教学 有时候学一两年了 梦一下 你给我数一数 胡琴天科学了哪些病啊 他坑词半天 数出俩字的 笑喘 把自己憋的气都不够用了 表现于呼气性 呼气困难 还笑喘 梦性自问啊 听到这儿的时候 闭着眼想一想 胡琴天科学了哪些病 能数全部 心血管学了哪些病 能数全部 所以一直讲一句话说 如果呼吸那颗疾病 要学会它 有一把钥匙 叫做重新把疾病 归归类 心理科一定是排排队 我的亲学生们都知道 心血管疾病 我一定是从病毒性心肌炎 开始讲的 感冒发烧 所不能解释的 心脏表现 哪怕这会儿 在学呼吸系统疾病 还没有学心血管疾病 这句话 你也稍带背下来 太要命了 并不是你想象的 一说心血管疾病 就是管心病 心梗 它不是那样的 实际上 真正具有技术含量 和考试的要点 为什么 它最具有技术含量 是那一组病毒性心肌炎 和语炎发现的心肌病 扩心病 肥厚 和卸质心肌病 这种具有技术含量 一说消化系统疾病 也这种肠病 奎阳结肠炎 可罗恩 肠义肌 肠结核 肝硬化 一线炎 而不是你想象的 慢性胃炎 背了半年背了个胃炎 还没被明白 都没背下了奥美拉座 为食官饭流 听人劝 吃饱饭 呼吸系统的要点在哪里 把疾病重新归类 这一组归类里边 我不用由我头去砍壳劲了 我直接往下讲 不用动脑筋 先听一组病 叫做顺序发展 或者叫顺序性 进展的一组疾病 这一组 我就再不动脑筋 我也知道 在呼吸筒肌病有一个病 叫老慢脂 老年慢性脂气管炎 脸 磕痰痠 脸耳痂 出于其他性肺患 这是一个纯业余水准 到这儿 我讲一个专业的 同学们 直气管哮喘 也是呼吸那个 一个经典的疾病 就专业角度看过去啊 哮喘是炎症还是感染 有时候你发现同学们 学了一两年了 一问他 哮喘炎症感染 这个还好 他简单一点 一般的医学生都知道 直气管哮喘 表现典型的炎症 而不是感染 但是病人往往 会因为感染而加重 这就叫病因和幼因 他一直有哮喘 这一天感冒了 喘得出不来气了 对了 知道直气管哮喘患者 是炎症而不是感染 就说明我学过医学 但是考试 他这样出题 中学露知 直气管哮喘是炎症 而不是感染 那好 你说在呼吸内科里边 比直气管哮喘更为常见的 慢性直气管炎 是炎症还是感染啊 学了很久 发现慢肢 也是炎症 而不是感染 如果直气管哮喘 咱们都知道 肥大细胞啊 石酸粒细胞啊 这些炎症细胞来参与的话 那么慢性直气管 有时候强调 中性粒细胞参与的 炎症细胞都不一样 但它同样也是炎症 而不是感染 也同样会因为感染 而加重 那么一个慢肢这个疾病 慢慢慢慢往前发展发展 但某一天可能就进来为COPD呢 所以你去想这就开始跟你铺体了 一个老大爷是吧 抽烟四十年 每天二十支 二三十年之前 他发现走路急了以后 就喘一点憋喘 不舒服 说老大爷目前是慢肢 还是COPD 你猜 你猜不了 你才发现慢肢和COPD之间 到底是谁 谁说了算 肺功能检查 疫苗率 疫苗率 一秒末护出气量 比用力肺活量 FVC的百分比 一秒末的护出气量 吸入支气管输张药 杀定然醇之后 一秒率依然写入0.7% 第1位COPD 否则就还是慢肢 这就出来考点了 说我如何鉴别一个患者 是慢肢还是COPD呀 废功能检查 查什么指标 疫苗率 COPD和COPD也不一样呀 轻还是中 出了另一个词 疫苗量 真正到了专业学习的时候 我们打开这一篇内容之前 几千倍俩词 疫苗率和疫苗量 每年强调无数次 到有同学三战了 过来再一问 什么疫苗率 还不知道 他就懒得没去背 你说的重要就重要呀 对了 这刚才导学课讲了半个小时 就想跟你说 我说的重要就是重要 就是你先把我说的重要的背下来 然后再去背你认为重要的 我说的重要你不背 你来挑刺 他说重要的我就不背 我背点我认为重要的 你北万能玩 除了不是医学 什么他妈都是 什么叫疫苗量 疫苗量是 疫苗模糊出气量 占正常预计值值的百分比 而疫苗率是 疫苗模糊出气量 占你测到的FVC 叫用力肥活量的百分比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第一个从转业角度上看过去的是 听一句话 疫苗率是实际值 疫苗量是理想值 但两人都是百分比 稍稍读回去那刻就发现 疫苗量我们怎么定量的 八十五十三十 轻冲动 疫苗率小于百分之七十 修杀定安纯依然小于七十的前提下 这是前提不能动了 就定性了 这是COPD患者 这个情况下 疫苗量还在八十以上的轻症 八十五十之间 中五十三十之间 中三十以下 你或者说微重 或者说这个 急重 都是可以的 事儿分四级 分四级 那么COPD时间长了 继续往前进展 一直处理不当 事儿你也没有办法处理 给他吸点长销的贝塔基动剂 叫拉玛 富莫特罗 商维特罗 但打开书再一度 这才发现 这种长销贝塔基动剂 没有单独用药的 接下来就买不着 一般都是和布迪奈德合起来 嗯 那那个商品没有 我老记不住 叫叫叫叫 我老记不住 万图林是短孝的 这商品就叫叫叫叫 我也想不起来了 他叫富莫特罗 商维特罗 富莫特罗或者商维特罗 布迪奈德合计 嗯 二百多块钱买一小瓶 六十喷 卡卡吸 吸完就完了 事儿上你吸完之后 教材很紧张写了一句话 实际上你对这样的患者 吸完之后 他的费功能解采指标 没有什么改变 好在说上写一句话 别人的主观感受 会舒服很多 所以到底吸完之后 是个新银性的 让别人主观感觉舒服了 还是确实就会舒服一些 不得而知 但是既然吸完 他会觉得舒服 总不能说患者感觉舒服 还错了吧 所以我们就接接用下去 著名的拉板 还不信解采拉马 他是这样 嗯 各这些不该动他了 支持COPD 再往下进展 有人快有人慢 或清或重 早早晚晚 可能就会进展为肺性病 所以通俗理解肺性病 嗯 也用知其管效果 知其管扩张 知其管效果 后期和COPD也不好区分 到课程咱们再讲 我们只能回顾他的历史病史了 对了 是这个样子 是阻止在前 还是过敏在前 慢慢再往回回顾 所以这不要着急往前分 我们将来往前再走 这些听一下 COPD有一天进展为肺性病了 那么到底他是单纯COPD 还是已经进展为肺性病了 你还得往前走 又得往下区分了 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肺性病啊 简单方法 超生 如果给他做超人心动图 新大采超 教材就给他很明白 又是钱币如果增后了 能看到三接棒 非动棒反流 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定肺性病 反流是要点 反流在肺性病一点没有专门给 他作为给一个身体的变形的一个变化 形态学的表现 实际上在肺性病 教材的前面往前走就是 非动棒高压和肺性病 非动棒高压PAH这个地方就给了一个 3.4米每秒 教材没有记住叶吗 教材一百零级叶吧 一百零八或者八十三 我没记住叶吗 就把那个二绳 你能打开看一下 非动棒高压那有个表格 三接棒非动棒 它的反流速度峰值达到3.4米每秒 就可以定义为非动棒高压了 突然讲非动棒高压干嘛 我们知道肺性病的核心麻烦 就是长期的肺脏病变 造成肺脏的血管呀 肺泡币的一些 包括气道币的一些重构 引发非动棒高压造成的 非动棒压力 是心脏右心室的后负荷 非动棒高压之后 后负荷一直持续增高 导致右心室发生重构 发生响心性的 不是肥厚 是肥大 后期可能也会扩张 总之右使就大了 右使大了以后 相对而言 非动棒膜就不够大 非动棒扩张 右使扩张 非动棒膜关不住 相对关不不缺 之后就发生一个 非动棒膜关闭不缺 非逼 非动棒关不不缺了 右使发生了变化之后 右方列了右使的 所以三接棒也好不了 你真正打开非动棒膜 一定要注意一下 非动棒膜关不住的时候 三接棒也跑不了 所以肥心病的病人 心脏反流 不仅仅是肥动棒反流 三接棒也反流 这样的话 肥心病病人 你要心脏踩超看过去 你会发现病人 心脏怎么变形的 是右使和右方都大 不管日常的倒血 还是咱们平时的一些直播客 各种各样课程 都一直反复在讲 肥心病右心大 二接棒关不缺 二臂的时候 左心就左方左实都大 那么你怎么说 人家病人右方大 你没跟人家说 系列图上的肥心批拨 肥心批拨 高肩的批拨 就是肥心病人 右方大的 具体的指针 标准 系列图有表现的 踩超卡的更明白 对了 所以这样的话 通俗理解 如果是慢支 靠我有没有进展为COPD 我就废国能检查 COPD有没有进展为肥心病 其实一般 心脏踩超 新电图也可以 按照九百那颗教材 包括八年三百那颗教材上 给的数据是一致的 你要单纯的就数据上来看 新电图判断 COPD有没有进展为肥心病 它的减出率 我印象中比多普勒 现在采超 还有多那么几个百分点 好像在稍微高一点点 但实际上临床 没有人单纯做一个新电图做了 采超波斯的一般 都同时做 因为肥心病要适不适的话 临床意义是很大的 有必要来查一下 一般咱们都双向去印证 现在从而看见这个有肥心批拨 有肥肠的组织呀 托尔征呀 还有什么威武道连上 这个阿尔博小S波大 RV1加SV5 大约等于1.05毫夫 类似于这样一些表现 电流又偏 就统一理解为是一个 优势大的一个表现 是肥心病一个表现 然后这样的话 就给别人再开个单子 总心的采超 结果看见优势大了 内境也大 优势币的钱币也厚 三街霸肥东霸也返流等等这些指针 就能定 他是肥心病了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 慢止有没有进展为COPD 肥东霉 用肺功能检查 一秒的一秒量去定 一秒率定性 一秒量定量重不重 看一秒量是不是 看一秒率 那么COPD有没有进展为肥心病 通俗用采超 或者采超加心电图就定了 有时候同学们会很纠结说 看一看考试题目说 老师这个病人呀 人家怎么给我说X线呀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我讲个细节 你听一下 一个老大爷既往抽业 有劳慢痴的病史 近年来 或者近几个月以来 夜间总是反复会憋醒 专业数码 夜间正方性呼吸困难 然后病人又有双下肢水肿 正方性呼吸困难是肺移血 是左腋症的表现啊 双下肢水肿 急斑怒战是右腋症的表现 一个老大爷全心衰 怎么好好去腋症了 是心肌炎 是阔心病 是慢性心肌血血以后 冠心病的这个兴衰 高兴病的兴衰 还是肺移病兴衰 已知老大爷是兴衰了 那么因为抽烟这个病史 咳他喘了多少年了 最可能的 他是个肺移病 那么这个时候呀 给他拍个胸片 有童壮胸 是吧 有这个勒个脚变盾 和其下移 心脏成立位 心胸比减小 这些表现 嗯 我就怕的 他是一个COPD 引发的兴衰 已知是兴衰 是不是COPD造成的 肺移病造成的 看看胸部 X线 你知道老大爷多年COPD了 那么COPD 一直这么多年了 完全可能进展被肺移病 进展没进展到肺移病 这个时候 纪念图 特别是心脏彩超 这一个思维模式 所以这个地方你听口 你也感受一下 为什么把书背了 我做不了题 就是你没有弄明白 这个题目要问我什么 在临床工作上 我在这做猛诊 老大爷过来找我看病了 我现在给他开个单子 超声X线 我要解决哪一个问题 给别人家属 给患者一个交代 慢肢 COPD 肺移病 肺移病 施带肠 学到肺移病这个病的时候 第一次意识到临床上呀 是不是这个病不要紧 带不带肠才是麻烦 系统八郎疮 是缓解期 还是急性加重 你看 又来了 干硬化 干功带肠 还是施带肠 一个心肌炎病人 一个心肌病的病人 心脏病很多年了 那么心功能行不行 带肠 还是施带肠 心衰不是毛病 施带肠 才是问题 所以打开呼吸内科之后 你也不要谈细节一些 看一看 有哪些病我需要关心 从慢肢 到COPD 到肺移病 又分为肺移病的带肠施带肠 有三块病 一二三 肺移病还分为两个阶段 带肠施带肠 我敢不敢说个词出来 三度四分法 干吧 三度四分 是敢说的 这是一组疾病 下来你比如说 肺部一组感染性疾病 这不说也知道 从感冒上 就到感染 到各种各样肺炎 大一性的 小一性的 可力波的 支援体的是吧 菌团菌的 病毒性的肺炎 这些分类 此外 和感染有关系的 经常儿童 白日可 这个感染 控制的不太理想 孩子经常发生 支救而扩张 所以支阔 包括肺浓肿 大多数都是肺部感染 引发的后期一些改变 我们通俗把它称之为肺部感染 肺炎 肺浓肿肿 支阔 三大普通感染 以及这特别写了一个 在呼吸内科疾病写了一个肺部的特殊性感染 肺结核 结核病从任何意义上讲是一个传染病 但是教材 我们本科教材上 一般把肺结核是写在呼吸内科疾病的 临床上这种病人一般都收治在传染病院或传染病科 世界上学到这不管你原来怎么认识的 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开解结核两字呢 你回头慢慢会发现 在我们的国家的医学考试中 结核这两个字 它的占有比是非常大的 内科学上最通俗的 内科学上主要是表现在肺结核 笑话道 肠结核 结核性抚摸眼 就能伏避柔韧感 那个 外科学范围更大 从密钥系统结核 骨关节结核 脊柱结核 各种结核 结核病 是临床医学非常糟糕的一个事 咱们国家传染性的疾病 两个传统的一个是肝炎 一个是非结核 它的人群存在的范围 发病率 患病率是相当的高 所以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数据 这不是因为不是官方公布 是网络上一个视频 说我们国家的隐形肝炎病毒 携带着居然还有九千万 结核病也不少 伴随着这二三十年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所以好多年轻人在城里边工作 所谓的北漂窝居等等 类似的不是说北京不好 北上寡 这些一切城市 年轻人很多工资数不是太高 房租太贵 所以好多人群居 好多人住一个 单元一个宿舍 这样实际上这种群居的方法 相对比较贫困 生活工作环境不常了的情况下 给结核病的传播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结核病这些年在咱们国家 并不是减轻了 不是任共而道允 而且慢慢在本世纪 21世纪了 做早年题目和认识不一样 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 老年结核 中老年结核 第一个思考就是糖尿病 成肺西肺 三细以上自带结核的 艾滋病自带结核的 所以甚至在激红龙群登基的时候 把结核病分为三类 艾滋病合并结核 疑似艾滋病合并结核 非艾滋病结核 所以某种意义上 您这样说句话 年轻人结核病 首先排出艾滋 中年结核病 首先排出糖尿病 矿工首先排胸片 看有没有马尔克罗因 听人一下 拍个片子 有没有蜂窝费 磨玻璃状 磨个调锁状 诶 你写于一个感染性疾病一个认识 下来你再去妈妈学某一个肺炎呀 支气管扩张呀 肺脑朵再往下学 两组疾病了 顺序发展的肺部感染的 接下来还有通气功能障碍 通气功能障碍 通气功能障碍这个词 本身应该说最规矩的出处和来源 应该来自于病生 到这端和内科学学来越苛刻了 到呼吸内科咱们有严格强调 通气功能障碍有两种 阻塞和限制 这本身就是呼吸内科学习和考试的核心指示点 我怎么知道病人的气道阻塞了 看疫苗率 看残器 残器增加 总量增加费总量TLC 残器比总量比值增加 疫苗率吸入沙电量成小于70% 代表人物就是满职 COPD 这样一组 小切道阻力 不可逆增高 或者不完全可逆增高的 曼西族症性肺病 以及小切道阻力 可逆性增高的 直气管小船 所以 不可逆的基本还有两个 不完全可逆的COPD 和可逆的直气管小船 现在这些东西功能障碍 在呼吸内科里边 主要就是那一组 非兼职兵 非兼职兵 代表人物就非兼职兵化 代表人物 就是他 所以你属于一个 阻塞 和限制的概念 最简单区分 就是看疫苗率 因为疫苗率小于70 是阻塞的 疫苗率不小于70 是限制 通常表现为增大 可以大于90% 正常疫苗率 咱们实际学学过 80%到83 我们当时背了个数字 83 96 99 1秒 2秒 3秒 到这儿 这些知识都要用了 所以我们踏踏实实的 先卡到三组 顺序进展的 通气障碍的 肺部感染的 再下来不用了 就简单了 比如在一类区分 就是凶膜腔疾病 气胸和夜血 还和他无关的 另外一个就是 肺血伤拴塞 肺传色 肺传塞 拴塞你知道 在病毒小孩有四种 气産 空气産塞 脂肪産塞 羊水産塞 血伤産塞 但是在呼吸内科疾病中 我们主要学的是肺 血伤拴塞 而肺血伤拴塞 表现为呼吸内科 最典型的一个 顽固性低阳血症 实在和他有得一拼的 在这就有必要写出来 肺血伤拴塞 和另一个去做比较 谁啊 ARDS B把它写到这去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ARDS 是急性 静性性的 低阳血症 就看着病人这个养分压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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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木油 死了 而肺传塞是断牙式的 一秒钟之前病人还好好的 咔嚓一翻脸 没了 所以突然死亡的是肺传塞 进行性死亡的是ARDS 我讲的比较形象 有人这样学下来 一个是断牙式的低阳血症 一个是急性性 急性进行性加重的低阳血症 从生理学开始就讲ARDS ARDS 生理学上叫表脉活性物质 专门脏力 病理学上叫肺部脏 内外科学上叫ARDS 水山塞 ARDS 这两个咱们要专门讲一讲 这很重要 熊魔腔疾病一组 这两个是一组 下来不用问 所有的肺脏疾病 甚至包括心脏疾病 在临床处理不当的时候 最终都会静改为 呼吸无能衰竭 那可能是一大块东西 近性和慢性 一型和二型 好多同学学到内科学 再开始复习了 设想一下 在病生在诊断和内科学上 一型护衰经常有叫做 换气障癌性 表现单纯的低痒 二型护衰也叫做 通气障癌性 低痒而且合并 高痰酸血症 那么养分压低于多少是胡衰 低于60毫米公 高于多少是合并高大学症 高于50毫米公 这些数据都开始学了 一到内科学以后发现 我们在过去读过的每一句话 在这都要用出来 所以呼吸内科 假如说咱们整个这个内科学 APP上上这个基础课 在前面半个小时左右 我讲的是整个一个学科 那是医学学习的一个 综合的思路和理念 那么从翻开呼吸系统疾病 这一张科件以后 这里边可就没有废话了 疾病的分类本身 是我们有机会 学会呼吸内科的一个必要的 回避不掉的必有之路 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 慢慢学下去 学会呼吸内科疾病的 不作归类 一门 一门心思的 一脑门扎到知识堆里边去 钻都钻不出来 所以一句俗话叫 不能只顾低头拉车 你还得学会抬头看到 做疾病分类 就抬起头来看一看 前方在哪里 路在何方 之后再打个课间 一个一个并往下学 有统筹概念放到心里边 心工不乱 再学细节 要不然 越学 越云彩 越门圈 这个意思 嗯 这个分类咱们看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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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